台东县各乡镇市环境清洁考核工作 103年下半年度结果出炉 慈上乡及延平乡分别获得乡镇市及各组第一名 其中慈上乡更是五连霸 延平乡也四度残年冠军 1月26号上午在县府简报室 由县府秘书长陈明仁代表县长颁奖鼓励 并感谢各乡镇市公所及村里协助环境清洁的工作 我们今天下半年度103年下半年度 一共有19位19个单位受奖 表示我们台东台东是 大家都奇异的精神 就是要把台东整个环境做得更好 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到 就是第一组的第一名 还是慈上乡公所来产联 慈上乡也是我们县武团队辅导 去参加行政院环保署的一个临选 他获得执行104年营造友善沉乡环境计划 精进级的补助 那我们全国一共只有五个县市 荣获是非常的不容易 能够得到这个荣誉 感到非常的高兴 那同时在104年也获得行政院 这个清洁竞赛的这个精进奖 那奖金有1200万 也是今年在我们池仓乡要来 这个执行来落实 那面对未来 这个是一个压力 也是一个挑战 感谢县政府给我们这个机会 谢谢 乡镇组第一组及第二组的最后一名 分别是成功镇及蓝宇乡 在东海岸近来观光游客多 应该需要有更好的环境清洁成绩 而蓝宇的环境清洁与维护 县福也会持续关心与协助 东南新闻方要0台东市报导